为您带来的备战东京2020中国乒乓球队奥运模拟赛 那么今天下午带来的这场男子团体半决赛是由男子二团推出 梁静科和林高远是从19年的世拼赛之前两个人开始搭档 世拼赛是拿到了男双的铜牌 当时半决赛当中是输给了马龙和王楚清 去年那一年时间两个人的搭配可以说是渐入佳境越来越默契 奥地利这一战是战胜了郑荣直和李商珠 拿到了冠军亚锦赛是战胜了许欣和樊振东 也是拿到了亚锦赛的男双冠军 可以说这一对双打还是无论从搭配的经验上 还是两人的实力上 今天两队组合都是一左一右的搭配 从经验上讲梁静坤和林高远搭配的更多 也有国际大赛的这种参赛经历 但是通过几次搭档下来 这次余和一和曹薇的双打也是渐入佳境 而且两个人的分工比较明确 余和一主要是站在近台 他的近台比较有杀伤力 速度也很快 防守能力也 快批底线 这个球宇和一搏的还是很漂亮 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之所以小杖这个团体能够赢了方博和余子阳所在的这个舞团啊 其实也是来自于关键他们拿下了第一盘的双打比赛 这样11比5林高远和梁静坤扳回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1比1 那第二之后呢 要逼一局 双方现在打成1比5林高远和梁静坤 调开了 这两分都是控制之后的反拉 这一阶段感觉 林高远和梁静坤啊 有点台内球现在控制不住 对方抢的也很凶 连续的反拉 这样现在两名小将8比4领先 11比5 两名小将在拿下一局 现在大比分2比1领先 好 接下来是第4局 漂亮 其实昨天余和一这个双打当中 这种进台的发挥就非常的惊艳 很多进台的快带啊 包括防守 你一个正手的大角度 今天两名小将的这个线路 打的还是非常的灵活 有一些球确实有一些让对手意想不到 又是抢冲 这个士气也越打越胜 现在把难题摆在了林高远和梁静坤 啊 余和一也是自己主动提出这个球应该判对方得分 我们在双打当中的发球呢 是从发球方的半台发到对方的右半台 两名小将这个士气还是越打越胜 又是台内直接拧冲得分 今天现在林高远和梁静坤啊 需要耐下心来一分一分的往回咬 8比4啊 又到了余和一发球的轮次 漂亮啊 还是余和一台内的这种快带 铁一个反拉 这样曹薇和余和一拿到第一盘的盘点 今天这场比赛作为小将的团体来说 想要有所突破肯定要从第一盘双打先下手 这样3比1两名小将余和一